据《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提出 愿意向美国液化天然气开放德国市场大门 当然 默克尔告诉议员们这并不是妥协 但他又承认做好在10年内 都不能收回成本的准备 这里要补充一点 如果德国从美国购买天然气 由于需要进行海运 还要在码头使用专门设备进行装卸 所以他比俄罗斯天然气要贵20%以上 试想一下 却买个贵了20% 而且10年都收不回成本的东西 这不是屈服了又是什么 默克尔说这不是妥协 不过是自我安慰 德国买谁的天然气同我们没关系 我们更关注是这背后的动向 我认为至少有4点 一是要防美逼欧抗中 美国想通过贸易战来压服中国 根本没有可能 原因是贸易战的本质 不过是削减中国商品 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 以中国今天的外贸体量 即使将对美的纳点贸易额降为0 我们也无所谓 所以我们不怕同美国贸易战 但要严防美国大搞孤立中国这些把戏 美国现在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各个击破 原以为美国会计划拿下中国后 再对欧洲动手 但现在看来 特朗普似乎等不及了 早早就宣布废除中导条约 让欧洲重新变成火药桶与核战场 目前来说 还不清楚德国的妥协 是否是屈从于美国的安全威胁 但特朗普才刚说要废除条约才过两天 德国就立马表示要买美国天然气 不得不让人联想此二者间是否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严防并破解西方的联手 防止欧洲完全倒向美国 二是要防备美国在贸易战外围告示 特朗普显然低估了中国经济的抗打击能力 没想到美国身为世界霸主 哪怕斥青全国之力也奈何不了中国 如果在主战场无法取胜 就要防止美国从外围搞事 从侧翼进攻 比如在台海 美国不时的派军舰来观光 甚至有人叫嚣要废除中美第三个公报 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上文提到的 要瓦解美国的外围联盟 比如防止欧洲一类的国家彻底倒向美国 从而对我们形成何为 三是不可自费武功 川普日前宣称要退出中导条约 还让中国躺着中枪 说要让中国也加入到条约里 看起来川普是一正词言 很有道理 既然美国都遵守了 别国为什么不遵守 其实川普在这里偷换了概念 美俄的中程导弹 多以核弹为主 因为核太恐怖了 所以他们才签订中导条约 而我们的导弹 除了战略导弹是核弹外 其他基本都是打航母 打基地的常规导弹 我们现在的常规武力 虽然无法攻击美国美洲本土 但常规导弹还可以打美国航母 打它在亚洲的诸多基地 这是我们对美国的一个重要威慑 如果我们被美国忽悠了 我们将失去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牌 实际上 美国即使签订了中导条约 陆地上也许少了几枚中程导弹 但它海上还是有大量中程导弹 最著名的就是射程达2500公里的 炸斧巡航导弹 我们切不可自费武功 似是不要低估川普什么都敢干得很近 贸易战爆发之初 不少专家都在预测川普这不会那不敢 后来发现他们预测的川普不敢干的 川普最后都干了 目前的美国政府 是一个老愤青带着一帮极端主义者 在全球挑逝 同样在22日 川普直言他就是民族主义者 他不打算让全球过好 只让美国过好就行了 还有在俄罗斯访问的博尔顿 也同普京火药味十足 普京问博尔顿 美国国会上的老鹰 一手是橄榄枝 一手是十三只剑 现在的美国鹰是不是把橄榄枝吃光 只剩下剑了 博尔顿直接回答 我这次根本就没带橄榄枝来 挑衅味道十足 所以 通过上面势力可以看出 如今领导美国的是一帮 极为张狂自负的人 这就要求我们审视多事 却不可低估对手误判对方 积极在世界上挑逝的川普 也许是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破局者 也许是一个让美国加速衰落的破坏者 对于我们中国 是被美国摁下去 还是会让世界权力开始向亚洲转移 历史中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但我始终相信一点 几千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未曾中断过文明的国家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虽然是做到最素的 可以让美国加速衰落地 如果是能够一终之后 可以让美国加速衰落地 不是没有美国加速衰落地 欧洲转移